可以说嘛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们才能够这么震动 明白吗 然后我们要注意 要安静 现在呢 有请我们的成理香品师母 给大家讲述 耶稣基督 他并非偶然的降生 也不是传说 而是实实在在的 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当中 如果今天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 也可以要认真的听 看刚才那一群小伙子小姑娘 就是有了耶稣 所以他们才这么有活力 明白吗 大家要认真的听 有请我们的成理香品师母 很高兴 等了12年才是第一次 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过圣诞 实在要感谢 我知道今天也有一生 是第一次来的 好不好 再请他们举手一下 好不好 第一次来这里过圣诞 好像我们一样 怎么 我们给他们的鼓励 好不好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基督徒老是喜欢叫人家上教堂 特别是今天 因为是圣诞节 所以你发觉你的朋友 一次电话 两通电话 三通电话 就希望你能够来这里跟我们一起过圣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到底圣诞节是怎么来的 而且圣诞节跟我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 总是老是觉得圣诞节是圣诞公公生日 对不对 所以刚才见到我们一个大的圣诞公公 大了一群小群的圣诞小弟弟小妹妹 那我告诉你 要是我们圣诞节真的是圣诞公公的生日 真的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圣诞公公 根本没有人晓得他是谁 从哪里来的 到底他是真的传在还是不传在 但是一讲到这里 现在小朋友都很聪明的 他说当然是假的了 又为什么呢 不可能这么多的圣诞公公的 小朋友都那么聪明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圣诞节 真的很特别的 要是是圣诞公公 生日者不值得我们老远跑过来 不做生意关门来听 那我告诉你 这个事很特别 原来圣诞节你知道已经有几年了 谁可以告诉我 圣诞节有几年了 2010年了 那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要被那是圣诞公公骗掉 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竟然是教堂 那我们请住圣诞节 我们先来看看圣诞节在圣经里面怎么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基督耶稣将士 为了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哎呀很特别哦 这里告诉我们 原来圣诞节是什么 是基督耶稣将生 为了要拯救罪人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 这话是可信的 是可以相信的 亲爱的朋友 我也是今天特地要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特别今天晚上第一次来一个朋友 记住哦 这一份礼物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拿到 但是你要听一听 怎么去拿 而且 为什么是真的 要是有人告诉你 我要送一份礼物给你 我刚才跟陈牧师说 明年你们圣诞节呢 我们就要带一颗钻石来给你们抽奖 好不好 但是要是我告诉你 这个钻石是假的 你会觉得怎么样 其有之力 不要送了 但是要是我告诉你 这个钻石是真的 你会怎么样 明年每一个 肯定问你的朋友 他是基督的 你们明年圣诞堂什么时候 做圣诞呢 我要来抽一个什么 钻石 但是在这里 他说 这话是可信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 觉得圣诞节是一个传说 听说 听说 听说的东西 很多时候是真的 他说 我不知道你过了这么多年 在圣诞节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到底为什么 这个基督耶稣 他的降生这么特别 你有没有尝试过 找一个古经 找一个历史的人物 给耶稣比较一下 我不要求你 选一个人物 比耶稣更厉害 但是跟他一样的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告诉你啊 是历史人物 不是传说的人物 因为有很多的传说的人物 真的不传载的 比方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 苏无空 对不对 有没有传在的 没有 只要你聪明 你们要看了西游记以后 哎呀 我就拜那个苏无 宣无空 对不对 那 但是呢 我告诉你 历史人物 我想问问大家 孔子传不传在 存在 为什么你相信他存在啊 因为他出现在什么 历史 有根有据的 要是有个老外葡萄牙人 告诉他 不传不相信有孔 孔夫子 你会怎么样 我说算了吧 我都跟他谈了 就好像 有没有听过压里三大 有没有 听过很出名的 哇 真的是希腊人的 统治当时的世界天下 他有没有存在 有 但是这两位这么出名的人 他从来没有说 我的降生很出名 他只是出生 他有爸爸 有妈妈 而且还有 很特别的 他从来没有说过 哎呀 我很厉害 我是神 我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 只要你好好地去找 寻找的时候 你就发觉 哎呀 真奇怪 真奇怪啊 整个历史 不管是东方的历史 西方的历史 从来没有一个历史 好像耶稣在圣经所讲的 基督耶稣降世 他是讲降世 不是出世 原来耶稣基督的出生 不是一般人的出生 但是降世 那降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本来 他不是属这个世界的 他是从天 本是神 他来到这个世界 那你就敢看会问了 到底你怎么知道 是真的 我告诉你 要是我要告诉你 所有的名证 耶稣是神 来到这个世界 今天晚上你不用看节目了 也不用走了 但是我不会 我只是告诉你 三样事情 给你讨议讨议 想清楚 原来耶稣基督降世 并不是 绝对不是 传说 那是有根有去 第一个 哪听啊 不然这个礼物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就知道 第一 耶稣基督的降世 这好像刚才 十八里所唱的 以马内利 神与人同在 神住在人当中 原来在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 犹太人很出名 一个领袖 摩西 他就告诉我们 他就亲自的告诉 以色列人 他说 这个为救主 为女人所生 他是女人的后裔 他要拯救 人从罪恶里面出来 一千五百年前 后来到公元前 七百年 又一个很出名的先知 叫以赛亚 他也告诉 当时的犹太人说 这位等候你们 等候的救主 他要为同里所生 而且人要叫他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住在人当中 他是神 他住在我们当中 然后还有 在公元前 四百五十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先知 叫尼加先知 他告诉 这位救主 要降生在 白利恒 活利恒 就是 大卫的城 那 这世都在耶稣海中出生 几百年到七千多年 预言一一的应验 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当时圣经说的 乃是说什么 我在历史里面 真的有记载 犹太人的历史 希腊人的历史 罗马人的历史 甚至到现在 全世界的历史 都有讲这个事情 第一点 预言耶稣降生 那这个是已经应验的 而且有历史的根具 所以有根 有具体的 第二 这是耶稣当年 他出生的时候 有两件很特别的奇事 是一般的教主 今天我们世界上 总共有五千多种宗教 所有的教主 没有这个现象出现 第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的心 在天上 然后在很远很远的东方 有几个博士 看着这个心 知道有个大君王出生 跟着那个心 找到耶稣 很多人说 这个是传说了 哪里有这个心 但是我告诉你 后来天文学家 那个知识很发达 他们研究的是 果然在两千多年前 真的出现了一颗大心 是他们研究的 是有科学的根具 是天文学家 发现出来的 就证明 耶稣的教身 不是传说 真有奇事 而且第二件奇事 就是在国里 很穷很穷的小地方 本来以色列 这个国家已经很少 而且看 这个小城当中 哎呀 锦儿在那天晚上 那时候护羊太羊的人在看的时候 哎呀 发觉有天使来 他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一个大使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阿卫的城 我厉害 生了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第二支点大奇事 那你说 真的吗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发生这件事 是传说的时候 不可能天使所讲的话 到今天 我们就看到了 我想请问你 今天 庆祝圣诞节 是不是当时在葡萄牙 不是 是不是当时在 美国 欧洲 不是 如果现在有没有人 庆祝圣诞节 有 而且圣诞节 我们送到圣诞卡 还可以抽奖 哇好厉害 但是看见一件事是吗 天使讲的话 是真实的 不是传说 乃是今天 当年天使讲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大使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今天耶稣降生的事情 已经传到万民 大的国家 你能够说得出来 都听过这个 耶稣降生的事 不但是这样 我告诉你第三件很重要 就是刚才我说的 耶稣降生的事 影响了很多人 而且我告诉你 今年我们过圣诞是 第几个圣诞吗 2011 对了 那我告诉你 中国人 很多时候很容易就说 大概是传说就算 其实没有 有日期 有年份来证明 我们所相信 耶稣出生的 绝对不是传说 乃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中文翻译 骗了很多中国人 我们叫公园 对不对 其实公园 在那个拉丁语里面 是叫 A D 英文 A的拉丁语 是什么意思 Ano Ano的意思就是 夜 年的意思 然后 D是什么呢 Domini 就是 救主 Lord 的意思 其实公园 就是主的年 原来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年 就把人类的历史 分开前个头 我想请问你 要是是传说 可不可能有这个影响 不可能 而且我告诉你 圣诞节 全世界都在庆祝 最特别的 圣诞节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是其他的节日都没有的 那是什么 爱的节日 圣诞节我们记什么 圣诞塔 我们送的是什么 圣诞礼物 我们摆设在外面的圣诞树 那我们对我们最爱的人 我们有所表示 为什么 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 耶稣基督将圣 将是为了要拯救什么 救于人 我告诉你 我想问问大家 这里有谁从来又生日的 请举手 从小到小 没有生日过的 没有吧 对不对 耶稣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会去找谁 找医生 对 当你有罪的时候 原来罪就是我心灵的病 有心灵的病的时候 我们去找医生 不是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帮不上来 耶稣说我这是那位救主 所以我降生是为你们 只要你诚实我告诉你 我这个问题不会叫你 就去举手 那时候我说 谁没有罪请举手 我说没有 我不敢看 为什么 连我自己都不敢举手 人都有罪 对不对 所以耶稣来 他说我来了 是要怎么 拯救世 所以他说这个话是可信的 是有根据的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所信的耶稣 就是拜托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 我们有不同的朋友来到 我告诉你 对耶稣 降世 这个我们通常有三种看法 一 就是无神论的看法 我不相信有神 所以我不相信耶稣 我也不相信他曾经降世 我告诉你 要是你是这样的时候 我劝你做一件事 你证明一下 耶稣是一个传说的人物 不是真实 你要找出真据来 要是你没有找到真据 你说 啥真我不信 我不信有神 然后这个是什么 你不信 所以今天晚上 你来到这里 我希望你想个问题 真的 这个世界有谁 可以比上来比 耶稣 他能够这样 这样这样子 你想个传世界 没有 那这种人不是最危险的人 我告诉你 第二种人是最危险的 不是你 就算有真的钻石戒指 他也不会见的 为什么 他会钻 不管他 耶稣怎么样 是神 不是神 我不管 反正有没有 我都不信 危险是什么 他是有 他不是传说 他是真生实实的 所以他来是为你 虽然好像人家说 我要送你一颗 鑽石戒指 你怎么说 反正真的我也不管 假的也不管 反正我不要 你会觉得怎么 很可惜啊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当你有病的时候 人家告诉你 那个医生是最好 你怎么说 算了吧 病就是会死掉的 我不管 你看喔 那这种最危险的 但是就第三种人 就是今天晚上邀请你来 这个圣诞晚会的 他邀请你 为什么 他觉得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要把这位耶稣基督介绍给你 让你的罪能够被打的罗续 让你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好像刚才那是小朋友 你说起不起掉 那快办 你真的要留心听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做的事 我们绝对相信 耶稣这样子是真实的事 他为了我们罪 他本来是神 这么爱我们 我们 有个人这么爱 这话是十分可佩服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 是佩服的 我没有条件 我愿意把他接受过来 今天你愿不愿意 我告诉你 算是真的假的 没有关系 但是耶稣他是真的 并非传说 他是真正正来过这个世界 所以今年我们是2011年 来到这里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晚上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你好好想想 我把这个 这么宝贝的 有没有钱 求主帮助我每一个 我愿意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真的把耶稣 接到你心中 谢谢大家